我的个天啦 梦氏响起三百文定金 两手往腿上一拍 坐在地上扯着嗓子就嚎啕上楼 简一 你今儿上山吗 马小麦领着两个弟弟跑过来问 上 还要割些干草 砍些竹子来 我去帮你们割草 割完草你能教我下套吗 当然可以 我也去 我也去 简宁转身 见四小只抱着银湖幼崽出来了 他摸摸马小豆的脑袋 你就别去了 在家跟大宝他们玩吧 伸手想摸金宝 结果小家伙背一弓 乃凶乃凶地瞪着他 金宝跟你还不熟 没关系 一会儿熟了你再摸他 我呸 院门外 梦氏朝简宁脆了一口 爬起来 看见刘氏俩眼一瞪 伸手就要去打他 刘氏尖叫一声 撒腿跑了 四长腹 我让你下出主意 我让你嘴欠 看老娘不打死你 简宁 你会不会功夫 会一点 小时候教我医术的师父 也教过我武功 那以后早上我们一起练功行吗 我以前每天早上都跟着我爹爹练 我可以把我会的教你 你也可以把你会的教我 行不行 没问题啊 咱们互相学习 去了陷阱那儿 结果收获比昨天还大 居然套到了一头大野猪 简宁目测 这野猪足足得有三百多斤 另外还有几只班鸟和野兔 有两只野兔毫发无伤还是活的 简宁 你说我为徒吧 我一辈子都听你的 求求你了 你倒是机灵 你想拜师 得先问过你爹娘的意见 要拜也要正经拜 听你丁书的 回去问过你爹娘再说 只要你爹娘同意了 我就收下你这个小徒弟